弟兄姐妹 感谢主 礼拜五都是最好的日子 就是我们准备安息 准备安息 那明天就是安息日 那感谢主 每一天都有新的力量 也许对于我们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来讲 都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蛮辛苦的 但是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主应许我们的是日子如何 力量就必如何 感谢主 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天打开神的话 神的恩惠慈爱就一直随着我们 叫我们日子如何 力量就必如何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读 今天要读 尼西米记二章第二章九到十六节 九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王派的军长和马兵护送我 到了河西的神长那里 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河伦人参巴拉 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 就胜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 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 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身口以外 也没有别的身口在那里 我弄夜我出了谷门 往野狗井去 到了粪场门 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拆毁城门被我分杀 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子 但所期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夜间延西而上 查看城墙 又转身进入谷门 就回来了 我往那里去 我做神事 官长都不知道 我还没有告诉犹太灵命 祭司会受官长和其语做工的人 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讲的是 殷勤的人必掌权 我去过耶路撒冷 我没有想到 当然现在耶路撒冷 跟那个时候是很不一样 可是我就可以想象 那个地方不是很大 是一个城 我是讲说耶路撒冷的旧城 那不是新城 新城 他拉威夫当然是现代化的城市 弟兄姐妹感谢神 感谢神 在那样整个轻毁的过程 神兴起了这个人来帮助 然而尼西尼不只是有祷告的 他不只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也是殷勤做工的人 祷告代表他依靠神 代表他寻求神的帮助 弟兄姐妹 我们人一定需要神的帮助的 没有神 我们就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功 是的 我们快跑的未必能饮 力战的未必得胜 那灵巧的未必得粮食 那弟兄姐妹那到底要怎么样 所在乎的是 这个临到众人当时临到众人的机会 弟兄姐妹那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 我们不要殷勤 我们不要工作 弟兄姐妹我们就等这个机会 机会是从神那里来 但是弟兄姐妹别忘记 机会神的机会给神的 就是给那些殷勤的人 殷勤的人 那我们看见当他祷告 就带来什么 带来神的帮助 我们就看见前面那一段第八节的最后讲到 神神的手帮助我们 神神的手帮助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那所以祷告带来神神的手 神就使他横头 使他在王面前能够蒙恩宠 所以弟兄姐妹前面讲到 这个祷告带来王的造书 王的保护 王的供应 那这一切的祝福 跟上帝的介入 就是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 要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 不可缺少因素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但是弟兄姐妹 神真的乐意我们成功 可是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该做的 那弟兄姐妹 这神的法则是很确定的 在正义书里面 特别讲到 殷勤的人必掌权 懒惰的人必服苦 那殷勤的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做他所该做的 而且切切实实的去完成 他要做的事情 弟兄姐妹看见 尼西米正马不停停 他才到了三天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从巴比伦 从苏山城 你只要来到 来到这个 这个耶路山人 你知道恐怕要 就是 马不停停 大概也要 这个骑马 或骑骆驼 这样经过 这个 这个一个沙漠 这样走过来 大概 这很快也要 一个月的时间 那你知道 那个时候 没有告诉公路 是不是 那个路上 颠簸的不得了 即便你是坐马车 都是很辛苦的 那你说有多辛苦呢 就有多辛苦 那这么辛苦的里面 可是 三天 我不知道 是不是说 他休息三天 或者整理三天 或者 他 就是 这三天 他就在做 下面的工作 哇 弟兄姐妹 他就是 爬到那个 破损的地方 哇 这个乱七八糟 脏得不得了的地方 哇 就去那边看 弟兄姐妹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他要 考察 详细考察 真实的情况 哇 弟兄姐妹 真的 很多时候 很多的 我不知道 有没有 你如果 刚才新的长官来 他根本就还没有 搞不清楚状况 他就开始要 新官 新官 上任 三把火 他还搞不清楚状况 他就要做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的确 他是新官呢 他来做 由大神的神长 可是弟兄姐妹 他要做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先讲 他先来看 所以弟兄姐妹 观察 是非常重要的事 先做好 先做好 你要进到一个团体的里面 你要去服侍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观察 这个 到底这个 这里面的情形是什么 状况是什么 不是 一进去 你马上 你就 就把你的意见说出来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哇 这个该改 那又该该改 好像别人 好像 就让 让原来的人 就觉得很丧气 好像他没有一件事情 做得很好 弟兄姐妹 这样子就造成 我们中间 没有办法合一 那弟兄姐妹 记得 我 当兵回来 我第一个工作 就在一个化工的 贸易公司工作 我就 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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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货物的 销售员 我就 要去 卖这些东西 那弟兄姐妹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把所有的 这个化工的 这些颜料 所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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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这些 这些产品的 英文的说明书 我用三个月的时间 我细细地把它 通过 一年之后 我就成为 那些油漆工厂 那个 塑胶 加工厂 我就成为一个专家 我可以告诉他们说 这个颜色 用什么东西来配 可以 可以产生 这个无毒的 或者是说 不会褪色 或者说 用最便宜的方法 因为你知道 越 越 要求越多的 这个颜料 比如说要无毒 又要不褪色 又要抗紫外线 哇这样的颜料很贵 但是我可以用 用一些 比较 比较 这个 平价的东西 就可以产生 一样的效果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的油漆工厂 那些工程师 都找我这些师傅 都找我去 问我说 怎样怎样做 那弟兄姐妹 我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已经成为 销售部的经理 那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变成专家 那弟兄姐妹 我是讲这样子 那我就是 非常的努力 我是第一个上班的 我也是最后一个 离开公司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当我们这样努力 我们这样 不是我的努力 就可以一定带来 这个成功的一个果效 弟兄姐妹 真的 一分耕耘 这个 我们说一分收获 那其实弟兄姐妹 很多的人 一分耕耘 连一分收获都没有 那为什么 因为没有上帝的祝福 如果有神的祝福 一分耕耘 就会有十分的收获 阿们 弟兄姐妹 这多出来的九分 就是神的祝福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 这一分耕耘 都没有 弟兄姐妹 不会有九分的收获 九分的收获 也不会来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过去的 我在 在 在零零堂 在四零零堂回到台湾 前三年 弟兄姐妹 我也很有 我也一番抱负 我想我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 弟兄姐妹 上帝告诉我 做什么 你做什么 就好好的学习 我给四零零零堂的产业 弟兄姐妹 我就扶下来 我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没有讲 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就好好的学习 这三年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三年完了以后 上帝神的 就告诉我说 你已经毕业了 我就 上帝就 让我释放我 我就来到桃园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在桃园 我们也真是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那弟兄姐妹 但是上帝给我的装备 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年 我们的行政系统 这个我们的牧养系统 就这样慢慢的建立起来 一年半 我们的财务就独立 我们 我们的 我们的 就是 等于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到了两年 我们就开始 因为各方面都通通自己 通通都要独立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上帝给我们 这么快速的 这样子的经历 这些成长 那上帝知道 我告诉上帝 其实我们有需要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恩赐的童工 进来 弟兄姐妹 上帝就给我 为什么 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我特别的厉害 乃是因为我跟师母 我们都是殷勤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所以当我们祷告 群求主 我们每一天来教会 第一件事情 我们带着童工 我们就一直行走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这个神孙的手就在我们的身上 弟兄姐妹 我做这个见证 我的意思是说 上帝生了手 也可以在你的身上 Do your best 做你该做的事情 弟兄姐妹 殷勤的做 殷勤的做 上帝就会给你机会 也给你成功的机会 也给你成功所有需要的一切的资源 弟兄姐妹 神要与你同在 感谢主 感谢主 引起你太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在他们 在上帝面前来领受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感谢你感谢你 依靠你 加上殷勤 主 感谢你 就用你的祝福跟成功 来赏赐给我们 做我们的冠冕 祝求你 大大的赐福 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 无论经营我们的事业 经营我们的 在职场的工作 经营我们的家庭 主 让我们都是一个殷勤的人 主 在教会的侍奉 我们也是一个殷勤的人 主 以至于 祝你会成就 每一行的事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叫我们可以事半功倍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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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